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由萬州國際投庫林中祥為您製作的 標古籍先鋒 今天大盤指數上漲了157點 大家都在想 老師怎麼今天又會漲 昨天看起來好像一副要死的樣子 今天怎麼又漲了 就這樣啊 我昨天你有看我的Telegram你應該知道吧 我說大盤啊 在月線的支撐很強啊 但是你放心啊 那個季線也沒那麼快過了 現在來到收盤多少 16,670點 你以為16,800點一下子就過了 不可能啦 不要想太多了 各位 但是有的股票已經過了 愛普就過了 創意就過了 創意就過了 對不對 老師我沒有創意我沒有愛普怎麼辦 愛普還可以買啊 創意有要回來還可以買啊 台積電好 IP股一定好啊 对不对 那爱普也有新的产品出来 老师那个爱普 那个最近 外资天天卖 连卖五天最好 外资全部卖光光最好 一张都不要留 谁怕谁啊 爱普会涨三倍 会涨一倍吗 你自己用看的就好了 好不好 我们做爱普做的多成功 我们今天做一个换股的动作 2405 老师2405你们又卖了 我告诉你们 我们刚好卖到最高点附近 老师扣出去的时间 刚好一笔大单极拉 会员回报大概成交都在14块3 都在14块3 14块4好像还没有成交到 我不知道14块3 14块4都可以成交下来 老师你为什么要卖 你不是说他会在涨停涨停 五次涨停吗 没有量啊 你看这里是不是五次涨停 这一波你没做到 这一波我也没做 这一波我也没做 我做这一波 三进三出都赚钱 赚不多啦 丢脸啦 赚了一只涨停 再赚5% 再赚5% 这样而已啦 老师 就量没有出来啊 你跟这个量 跟这里的量是不是不一样 因为大家现在都不做低价股了嘛 主力在做自己在拉吧 你看 这1000张1000张拉一笔就没有了嘛 拉一笔就没有 你有本事再继续往上拉 你看那个均价限都过不去 昨天2万多张今天8000多张 我是不是告诉你 那老师你会不会再回来做 会哦 今天浩欣也开股东会哦 他还要改公司名称哦 搞不好改了以后变比较好哦 那我们回来再做嘛 那有什么关系 老师你今天买什么股票 我今天买3552的同志 老师你同志不是卖掉了吗 卖掉我不能买回来啊 卖180几190几 我不能170左右买回来啊 老师为什么你看好同志 我告诉你啊 今天大阪很强的 他是不是开高 开高冲高 冲高要不要买不买 我买在这边 很累 我快收盘的时候我才买 对不对 我们上一次在这里跟你讲啊 140叫你买 150叫你买 160叫你买 你也不买 涨到190 我告诉你这里 这里叫这个叫做标准的头肩底嘛 对不对 这叫底部吧 这叫左肩嘛 这叫右肩嘛 老师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卖掉 我这里卖掉是对的呢 我这里卖掉是对的呢 我卖掉下来隔个三店我再回来买 你可以买在305到308 你可以卖在315 这里最高315 这里最高也是315 很厉害 很厉害 你看一下 这是不往上做走高了 对不对 我们最不争气的那一支股票 我是忍不住要骂他一下 不过他也不跌了 4961的天宇也不跌了 看到没有 老师 他连跌三天了 这个涨停板这个低点也没破 我告诉你 我就等 我们很有耐心我就等 因为五日线扣底要等1234 对不对 可能明天或是下礼拜一 搞不好就涨停板 为什么 因为五日在上面弯着压着压着 我压死你了 我压死你 我压死你了 我压死你 给你压嘛 我怕你啊 哪一天出量我就给你攻涨停 各位会员都知道嘛 这一天涨停板 我又没有扣会员买 我当天一买就涨停 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 你怎么知道会涨停 老师在看盘 你在上班 对不对 老师一扣就涨停板 那一天从185拉拉拉拉 拉到202 好 我们来谈一下 各位来谈一下 这个为什么股票会这样子走 那为什么有很多老师这一波做IC设计 他没有一个始终的概念 今天有一个老师 我不要讲是谁 有好几个老师说 老师新唐比较好 新唐涨到182 我问你了 新唐赚的有没有天狱多 没有 所以他的股价可不可能比天狱还贵 不可能 老师那个MCU呢 MCU又怎样 MCU他可以每股赚30块吗 对不对 你看 新唐是不是下来了 老师你前面有做过新唐 新唐这一波涨上去你有做到 从150做到200 有啊 我真的有啊 老师为什么现在不做新唐 现在不是一个大多头市场 他这个题材已经过了 你看你今天大盘涨100多点 你新唐 你今天买新唐还赔钱 你不是傲死了吗 对不对 好 来 再来看一下亚信3169 对时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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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时对价去买啊 老师我套牢很惨的 各位季线都没过 季线都没过 你以为亚信会怎样 会将来会比 会比天狱还贵啊 161 说实在我还希望亚信涨到170 因为亚信涨到170的话 天狱就200了 3141的金红又跌了 对不对 我还希望金红涨到200 那天狱就到300了 天狱真的很不争气的 这个烂公司啊 发言人出来讲话一下好不好 不过今天天狱也没跌了 有没有跌 没有跌了 一万多张 现在量变成1600多张 你要卖尽量卖没关系 你要卖你尽量卖 你有几张就卖几张 好不好 你有100张你全部卖光光 你卖光光他就会开始涨了 你看下面还有大单在顾 所以各位都不懂这个股价的一个概念 不懂你们不懂就不要乱做 有人说这个台胜科很好玩 很好玩 台胜科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比周美金好 周美金又上来了 周美金又涨了 我告诉你 哪一天如果台胜科涨上去 周美金马上帅 周美金在这里已经这样子整理很久了 他随时一根红棒就是涨停了 我讲真的 徐秀兰的公司 我们前面这边大赚 前面已经不要说了 前面都已经赚完了 我们后面这里还要继续赚 它的季线开始要翻扬往上 季线扣这里的看到没有 季线扣这里的看到没有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做股票 我们来讲一下最近最热门的股票 这一支股票是3228是不是 金利科 有的老是喊得很凶 明明业绩没有那么好 喊得很凶 但是真的上来了 但是到了400多块 到500块这个附近就紧绷了 我跟你说紧绷 紧绷你听得懂吗 我们小编听得懂 他说紧绷就是到底 紧绷就是到底 金利科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比爱普还贵 就算现在比爱普贵 那是一时的 对不对 未来你看爱普会不会比金利科还贵 同样做IP 对不对 金利科这个每个月 营收是好像是2000万 3000万 开玩笑 2000万3000万可以涨到这样 就因为他做IP 那我每个月营收 20亿30亿 那我不是应该 涨的幅度要比较大多少 老师人家说 以后每一季可以赚5块 我现在每一季就可以赚5块了 我不要等以后 所以我跟你讲的是一个概念 好不好 然后概念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爱普 各位我知道你很看不起爱普 你就都不要买了 你去放空好了 我拜托你了 我拜托你去空了 当初我爱普在做的时候是300 300买400卖 老师你这里为什么要卖 你不跟他看好吗 因为这一条叫季线 季线碰到会下弯 对不对 那300这里300件抵税 这里300 300我又买 那这一次买300是450才卖 老师450为什么要卖 因为他过了季线 指标过热 他会再回来 回来到380 我又买回来 因为靠近季线 结果后来涨到750 我把它卖掉 我这中间都没卖 都没卖 750卖掉 卖掉以后打回来的时候 我大概700买一次 640买一次 那买两次之后又涨到850全部卖掉 780买回来 后来涨到900块全部卖光光 老师我这300买 我可以包到900就好了 那随便你 我没有意见 反正300到900也涨了三倍了 那我很明白的告诉你 这里会涨 会涨一倍还是三倍 好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涨一倍 227一倍的话就等于说 227乘以2是多少 227乘以2乘以2 就等于454 对不对 那三倍的话就是700块 对不对 三倍就700了 那你认为会不会到700 我不知道你认为会不会到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大的缺口 这个缺口刚好是在700 有机会 这个缺口有机会来 对不对 最近来很多参加我的会员 为什么 因为各位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 做的和想的跟你真的跟你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今天还带会员加码 会员抠讯都有收到 那今天没有带你们做当冲 说实在的 你如果有买到你也可以冲 因为最高315315 你看多准 老师你教我的 258 老师今天最低305 最高315 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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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怎么那么准 我的会员看我的节目都知道我很准 各位来看一下 不要说了 那我们再来讲352的同志 如果是老会员 汤小姐来参加我们的会员 我当初买是在买100块 我没有买在这里 我说真的我没有买在这里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注意到他 老师50块不买 你买100块还会涨吗 已经涨一倍了 结果从100涨到300 300卖光光 我真的卖光光 后来下来 我在这里200块我又买回来 200涨到280 我又卖光光 卖光光以后我都没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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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开始买 老师你买在这里还有到这里的 没买真的就是没买 我真的没买 这个叫反弹 这个叫12345修正 这里站上季线开始买 大概140 150 那涨多了 我是不是告诉你这个叫头肩底 复合型的 我告诉你这里 我的看法 这里最少会涨到200 最少 最少会到200 因为这个形态已经很完整了 最少到200 好一点的话应该会到220 强一点的话就会到250 因为你看一下这里下跌的时候都没有量 这里是不是一大堆的量 所以你在这里做的时候随便做随便赚 这里是不是又有出量 所以这里做的时候是随便做随便赚 那这里都没量 没量就不要玩了 他底线还没有出来 来各位什么叫底线 来 我在教各位同志朋友要教一下 各位同志朋友大概没有老师教你这个东西的 看一下底型 形态学 第7叫形态学 有没有看到 形态学 形态学 我们来看一下形态学 我今天很有空教各位同志朋友这个东西 来看一下 这里有 W底 头肩底 对不对 有没有 看得很清楚 这个形态学 这个头部 这个底部 这个头部 这个底部 对不对 然后这个头肩底 看一下 这边有个头肩底 有没有看到 这个 好 来 各位 既然讲到这里就要交了 对不对 我问你 这里是不是一个标准的 这是左肩 这是底部 这是右肩 所以我没有买在120 我买在140 150 160 好 这里买了 那冲上去盘不是很好 我可不可以在190 185附近先卖 可以吗 那卖掉以后我能不能今天在170几块买回来 我没有买在这里 我快尾盘才买 老师为什么要快尾盘才买 因为早上每一只股药都冲上去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盘能够直接开高走高 这个是不是开高走高 代表有人在里面 如果没有人在里面 怎么可能开高走高 对不对 如果没有人在里面 怎么可能开高走高 所以我们要买就快收盘的时候买了 那我第一个目标价是哪里 第一个目标价一定是200 要过这边的高点 它底型是越走越高 对不对 这个是当空头来的时候 它是下跌很快 当空头来的时候下跌很快 当空头来的时候下跌很快 这叫空头的反弹 这叫足底了 所以你来看 各位 你如果想要做同志的 赶快来找我 因为我认为同志这一波 大概又是50块的价差 我说实在 如果说只能赚一点点的 就像那个所谓的号行 我只赚一点点的 那我就多做几趟就好了 6531的爱普 各位 我告诉你 我认为他会有一倍 一倍这个先乘以二 所以他基本上他会先到450左右 450是什么位置 就是要过这个点 老师 他到450会不会很难 不会很难 300块对不对 三支涨停板就400了 老师你讲的好轻松 老师可能三支涨停板 你不要看爱普这支股票消消 他时常就是涨停涨停涨停 你没有做过他你不知道 我做过他我知道 因为我们都是有钱人 对不对 我们都是有钱人 我们做的股票跟别的老师不会完全一样 我们特别喜欢做爱普 我们爱西设计 我们做什么 做天狱 天狱来说好了 最近虽然是有点弱 但是弱中透强 但是因为他没有站上季线 他这个季线快要站上了 天狱今天186对不对 我问你 你认为天狱186 你认为不合理 对不对 那我问你 那你这样想 3169的亚信 180你认为合理吗 3141的金红 180你认为合理吗 6411的金燕 180你认为合理吗 4919的新唐 今天重挫 老师他180 他快比爱普还过 他快比天狱还贵了 对啊 好不容易快要快要追上了 结果啪一下打到跌了5% 像话吗 我做股票的时候 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在干嘛 我在民国60几年 65年第一次接触股票 你知道我年纪多少 我今年18岁 错了 我是18岁开始做股票 我不是今年18岁 我在股票市场有多久 我为什么股票敢公开讲 我从来不盖牌了 我买什么我就讲什么 我卖什么我就讲什么 对不对 各位 你有没有看到 3105的文帽 我说我卖掉了 他连跌两天 他连跌两天 我赚了十几块出掉 结果外资说看好他 为什么我卖掉 我卖掉那天 卖最高 大概230几块 234 35 随便卖都卖得到 结果卖掉又变成228 今天变成223 你看很衰的同时 我告诉你 他有机会 如果真的再跌到210几块 量价关系对 我会再买回来 好不好 各位我讲在前面 当我在买的时候 你不要在那边怀疑 对不对 各位 所以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我再举例一下 我们在这里 就先把涨两倍三倍的 先不要说 你慢慢看下去 来我跟你讲 我跟你交 好 这个叫做季线扣底的位置 扣底是不是在高档 这个季线是不是往下弯 那往下弯扣底在高档 是不是他就不会涨 所以这一天碰到 这一天量又多 1万多张 多好卖 随便卖都卖得掉 卖掉连叠两天 你不卖 这个又差十几块了 我们当初是买在这里 买在这一天 当天就大拉 老师为什么你一买 就有单子进来 老师你一买就有单子进来 你认为 4961的天域 对不对 4961的天域 你看一下 这一条叫季线 买过 季线扣底的位置在哪 在这里 他未来要等什么时候 这里要等多久 他为什么要拉一根掌停板 因为他一定要拉一根掌停板 要脱离底部 老师为什么连叠四天 因为量要缩 他要回撤 拉掌停板这个低点会不会有守 守住两天三天 让这个均线慢慢纠结 再拉一根掌停板 老师拉掌停板那一天 你会不会通知我 当然会通知你 6531的爱普 对不对 他这一天为什么要拉掌停板 很简单 他为什么要拉掌停板 因为他要过季线 这条叫季线 都没过 是不是过了 过了之后拉回来 我问你这个低点 有没有跌破这个低点 没有 这个低点没有跌破 这个低点没有 老师今天为什么又下来 外资要卖 给他卖 今天这个叫暖身 你知道吗 明天如果美国股市中错 明天有低 你就去买爱普就对了 现股当中一定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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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解盘就那么容易 相信你看我的解盘 你也可以学到一些技巧 所有会员听好 老师有进有出 股票并不多 矽金元的大概就是中美金 还有IC设计的就两档 对不对 还有中小型电子股 还有车用电子就是同志 希望明天同志 仗停板 让所有的会员知道 老师的厉害 Good的 Good的 祝各位操作顺利 谢谢 本公司已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 就是你